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鹿为爽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来自何处 长泰西一眼涕袭 哀民声只多见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这些深沉动情的凯探出自水口 田间地头的歌声 何以能流传百世而不消散 导光剑影下的叹息 又怎样穿越千年 而依旧扣人心弦 黄图霸业终究会烟消云散 来自心灵 流动在民族的血液里的诗句 却依旧迷行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原名 诗 共有305篇 另有六篇生史 有目无词 诗经的创作时代 大致从西周到春秋 最后编定成书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 诗经中所反映的地域 以黄河流域为主 最难应该到长江以北 约相当于今陕西 山西 河南 河北 山东 及湖北北部一带 作者包括了从贵族 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如此之大 作者群体如此庞大 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 才成书的 那么是谁 又是怎样完成了这一造福后人的工作呢 关于诗经如何编辑而成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由于在先行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 因此后人只能做出种种猜测 汉代人认为 周代设采师之官到民间采师 献给朝廷以了解民情 然后由宫廷乐师整理而成 汉人还认为 诗经经过了孔子的山顶 事实上 早在孔子的时代 已有与金本诗经相近的 是三百篇的存在 孔子可能对诗做过正月的工作 甚至 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 有些加工整理 但说 诗经由他删选而成 则是不可信的 流传最广的还是现实 山实之说 这种观点认为 诗经中的诗歌是各地诸侯 公卿烈士将自己创作或搜集到的诗歌 献给周王室 再由王室月官整理而成 这种观点似乎更为可信 周代公卿烈士 献诗 尘诗 以宋美或讽建 则是有史籍可考的 诗经中 这类作品 也的确不少 周王朝 是否实行过彩诗制度 虽不能确定 但 如无周王朝 和各诸侯国月官的参与 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 因此可以说 诗经包括了 公卿烈士所献之诗 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 以及周王朝月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艳想中的乐歌等 整理编定诗经的人 现在已无从得知 但周王朝的乐官 在诗经的编辑和成书过程中 应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因为诗歌最早都是来配乐歌唱的 乐官必须参与其中 那么他们给后人奉献了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诗经分为风雅宋三类 最初都是乐歌 风就是指国风 国是地区方域之意 风即音乐曲调 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 包括周南、少南、贝风、雍风、魏风、王风、正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快风、曹风、 周南、少南、宾是地名 王指东周王级洛阳 其余是诸侯国名 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月 国风由于多彩及民间赋予百姓生活的描绘 反映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情况 形式上也比较流畅 天章尽净 语言明快 节奏感强 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亚 吉正 指朝廷正月 是西州王级的月调 亚分为大亚和小亚 大亚三十一篇 《小亚》共七十四篇 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进程 农业生产情况 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的穷兵独武 横征暴敛 人民备受剥削的生活 其中也包括 由于周王室的衰弱 奴隶主贵族穷途陌入的哀态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诵》分为周诵三十一篇 鲁诵四篇 商诵五篇 是宗庙祭祀的乐歌 歌颂奴隶主贵族祖先的丰功维绩 《诵》虽然赋予史料价值 语言简朴古雅 但读起来绕口不顺畅 思想和内容也比较僵化 这三百零五篇诗歌 构成了这部堪称大不头的著作 这部著作在当时有哪些作用呢?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建和娱乐 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 编辑成书后 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 运用于祭祀、朝聘、燕吟等各种场合 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普遍用于筹座应对、表情达意 也常被用来讽建劝解、评论抒情 朱子百家在著述中也经常引用 孔子就曾以诗教授弟子 并对学诗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 秦始皇焚书坑儒 诗经也在被焚毁之列 汉代重新搜集整理 出现了经文的鲁、齐、韩三家士 鲁诗出自鲁人申陪 齐诗出自齐人袁固 韩诗出自燕人韩阴 三家士兴盛意识并成为官学 鲁人毛亨和赵人毛长的古文毛诗出现较晚 但在民间广为传授 并最终压倒了三家士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士先后王义 金本诗经就是毛诗 石经里的诗歌 基本上是北方人民和贵族的作品 反映的大致是北方的自然人文风貌 那么在那时的南方 又有一种怎样的情怀呢 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尸体 作品运用厨地 也就是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 续写处地的山川人物 历史风情 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史刘相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服的作品编辑成集 名为《楚诗》成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踪迹 《楚词》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黎骚》 《黎骚》是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 因为优异的品德和财学 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 但由于他举贤受能 限制旧贵族的权益 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 最后屈原被迫离开影都流浪汉北 屈原的很多作品 包括《黎骚》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后来楚怀王被秦国拘留驱死 屈原对罪魁祸首紫兰等非常愤恨 结果又遭受他们的疯狂报复 被长期流放江南 秦军攻陷引渡后 群原不忍看到国魄家王的惨剧 自称于蜜罗江 以死殉国 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黎骚》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啊 《黎骚》全诗共370多句 近2500字 写作年代 一般被认为是在屈原离开影都往汉北之时 《黎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屈原首先自恤家世生平 认为自己出身高贵 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 因此具有内美 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 希望引导君王 兴盛中国 实现美正理想 但由于党人的残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 使自己蒙冤受驱 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 屈原表达了自己一往无前 百折不挠的决心 后一部分极其缓慢轨期 在向传说中的顺 陈述心中的愤懑之后 屈原开始上下求索 希望为自己和国家找到一条出路 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 最后 作者试图离开国家 另谋出路 但还是由于眷恋中国而再次流连 这些象征性的行为 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 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 突出了屈原对中国的挚爱之情 全诗缠绵匪策 感情十分强烈 他的苦闷 哀伤 不可遏止的反复迸发 从而形成了 诗歌形式上回旋覆踏的特点 这种回旋覆踏 乍看起来 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循 其实是他思想感情发展 规律的反应 中国文学史上 素来以风骚并称 风就是指诗经中的国风 骚就是指离骚 他们分别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河 国风中的民歌 就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内容上 他们正视现实 描写现实 揭露现实 批判现实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 他们善于用朴素的文风 简洁的语言 巧妙的笔心 塑造出真实 自然而生动的形象 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 来抒发情怀 反映现实 狄骚 集中的体现了 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在内容上 狄骚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 以及他对进步理想 久死不悔的滋滋追求 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本质 在艺术手法上 屈原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 通过自由的幻想 构成一个奇特的神话世界 还利用民歌的笔心手法 创作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 诗人借助这些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 诗经和离骚出现以后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开始定型 我国历代文学家 顺其自然地继承了这两大传统 或偏重现实主义 或运用浪漫主义 用不同的风格反映社会生活 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 抒发幽国幽民之情 中华诗歌文化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而诗经和离骚就是他们的源头